最新型的日本进口大机械 底部就像一只大蜘蛛 而这个巨型无人机 是用来帮助农民喷洒农药 还有碎木机或是大制耕耘机 小制帮小农施肥用的器具 装备应有尽有 与您国际农业机械剂资财转活动 近不少民众到场观摘 这一台全电动 它是充电式的一种启动方式 原则上它是不需要换电池 它最多可以充两万多次 所以这也是这一台的 比较特殊的一个部分 我们餐展都有一些先进的机器 他们购买的话 会增加他们的工作效益 所以这个展会 对我们台湾的农工商 建设都是很有注意的 为期三天的云林国际农业机械剂资财转 在湖北高铁特定区举行 这是全国规模最大 最专业的农业机械资财转 今年邀请来自香港 日本 韩国等各国载台代理商 和国内农机设施设备 资财厂商在内 连最夯的冷链厂商也来了 共有412家国内外优秀品牌厂商 比如说这一台真空运农机 它本身来讲 它就是作为让蔬菜水果 或者是花卉 它在田间采收的田间热 可以得到适当的降温 再进到保藏库里面 所以才能让他们的保鲜期延长 才让他们迈向更好 这个是一个重点 专烈活动推广新式农业科技 为厂商提供平台 提升竞争力的同时 也帮助农民开创更好的农业生产力 新唐亚开电视 台湾云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